我們講好七點 我們就七點就開始聊天 所以呢 這個方法就是這樣 我們按照古人的辦法 那我們今天呢 非常高興有機會跟各位又在這邊見面 這是2015年 新的一年 陽年 希望大家今年都可以非常的順勢 但是今年或許 全世界恐怕不是這麼會順利 我們只要把個人的 每一位大家把自己的家庭 個人的身體顧好 這是第一要務 自己如果不好 其他一切勉強 所以這是我們在這邊聚會 大家互相勉勵 今天我們要談的呢 今天我們要談的呢 就是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呢 是《道問無窮》 一看到這個題目 看到《道》 我想大家 即使是在外面社會一樣 大家的習慣性 想法 觀念 感受 第一個就是《道家》 第二個就是《老子》 這是大家的習慣性 其實 我一再在我們這個場子裡面 在外面不是這樣講 先聖 就是講道 不是道家講道 你們想想想看 孔子不也是說嗎 孔子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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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家講道 沒有一家不講道 所以 不是只有《道家》才講道 這表示一件事情 我們這長期兩千年累積的觀念就是錯誤 我們對《道》的認識其實是不對的 我們今天呢 很有榮幸 其實也當好是 我覺得這 我個人覺得這 是天意 所以 上世紀一直要等到 上世紀最後十年 才發現了《玻璃竹檢》 《玻璃竹檢》裡面呢 出了一批竹檢書上面有提到《道德經》 所以 以全世界來講 現在 以時間的存在來說 最古早的《道德經》就是《玻璃老子》 按照 按照定年的辦法來定的話 《玻璃老子》存在的時間呢 大概是在西元前三百年 幾乎是跟孟子同時候的 所以我們如果看到他 你可以想 跟孟子同一個時代的東西 他在哪裡現在有展出呢 如果我 我還沒去看 可是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台灣跟大陸有一個人物合作 就是武當三的資料 順便就在歷史博物館 其中就有那麼一些竹檢 舊子鍋店中間 老子的部分 我想如果有興趣 有機會 大家可以去看看 站在那邊影響 這個孟子時代都需要 那標題叫做《道德我們無窮》 副標題叫做《現代人必備的功夫》 為什麼是《現代人必備的功夫》呢 因為很簡單 古時候的人講到 就是講我們怎麼樣 對個人來講 合理地生存在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也不過過了兩千多年 按照歷史生物學家的考古 真人也就是跟我們同一系統的真人出現 是七萬年前 七萬年前就有真人 所以兩千年算了 因此兩千年之前想出來的東西 甚至於三千年 五千年 當然適合我們現在有 因爲這個地球並沒有回復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看 什麼叫做《道》 我們重新回頭過來 想想看 我們真的知道 道德經理和《道》 在中國社會 包括現在一樣 我們的社會現在信仰是怎樣 受到這個教育的影響 大家第一個相信的 如果還有所謂的信仰的話 科學 對不對 只要是講科學 這是科學證據 科學原理 大家都沒有話講 所以我們在生活當中 不管你怎麼樣 第一個沒話講的 叫做科學原理 但是在我們的 我不知道各位 在我們的社會系統當中 上層的管理階層 信仰的 主體是基督教 不知道各位 理解不理解這件事情 那麼在我們的民間裡面 主體的是傳統的佛道教 那傳統佛道教 又以什麼為主呢 又以佛教 道教基督是莫道小教 相信道的人幾乎是不存在的 道之所以還會存在 我們的道之所以還被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接受 是因為有一批學了西方哲學思想的人回來 就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當中 認為老子的哲學思想是高妙的 所以道家還可以存在我們的社會 是因為很可惜的 外國人的哲學觀念 承認老子思想會存在 所以道家還存在 那麼殘存在我們的社會 我們之所以還承認道家 並不是道教 因為我們的道教已經跟佛教混在一起了 真正影響我們的 如果你們到所有的場合去看 影響佛道教的主慢 是佛教的 所以民間唯一之所以還會接受道教 就是預言 因為預言拿不掉 他寫在文字放在那個地方 你在怎麼樣不承認道教 你看到他 哎呦 怎麼會那麼準 這麼準 各位想想看 你如果參對現代科學 現代科學是不能預言 科學只能夠證明什麼東西存在不存在 連不存在都不能夠證明 只能夠證明什麼事情是存在的 如果你了解這個道理 科學是非常的有力 但是是非常的有限 可是預言 道教道家的預言 就是因為議員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給 一開始就給各位 列了一個叫做五合議員 那五合議員怎麼來 如果你們把你力氣到皇后上去查 你就會發現它很簡單 它是1933年 1933年我想這個古書很快樂 然後兩分鐘講 1933年有一群人在香港 那因為戰爭派要爆 每個人都知道日本要侵略中國 日本要侵略中國 所以住在香港的一群人就很煩惱 國運就去浮雞 有浮雞浮出了這麼一個議員 降壇的就是自稱五合議員 那議員東西就是這樣 我沒有把它全邊顯出來 1933年各位看 我把它先畫成紅的 1933年就前面已經 議員戰爭的爆發 二次大戰爆發 是在1933年之後 一直要到 民國34年 就好幾年以後 一下子很想不起數字 你們就可以看到 在那之前就已經告訴我 你看 人我太陽爭北土 什麼叫人我太陽 人我就是惡國 日本就是太陽 人我太陽爭北土 對不對 美人東渡海生波 為什麼美人東渡呢 現在的資料就可以知道 德國為什麼會起來 就是因為美國的企業家 在當時跑到德國去 支持德國的工業發展 所以德國快速的經濟發展 造成了希特勒的崛起 所以就叫美人東渡海生波 十四一星人發混 十四一星就是什麼 德國人 美國人可以投資 德國人就開始發混 發混了以後他們也有野心就來了 所以你看前面這一段講的就是 二次大戰 多準 那麼二次大戰完了 我們不要講太多 因為太花時間了 所以你看 他就說 青天白日 由西落 1933各位 連共產黨都不知道自己的棋位是五星棋啊 五星棋子向東升 這是忽然忽然 所以 道教 神廟 我把它寫過去一次 就是因為從我們這個現代 那麼他這個議員是議員一百年 因為問的人是問一百年的國願 所以你看還沒往 他後面還有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一直在跟我周邊的朋友講 這個社會不相信沒有關係 但是你看到這個議員這麼準 過去的都這麼準 後面的 這就是我跟各位說的 第一個 把自己的家伙保好 你們可以看看 他說太陽城去雲霧收 萬國低頭犯尼樂 這是太陽城去 誰是太陽 毛澤東 毛澤東 毛澤東死了 因為他們叫做紅太陽 萬國低頭犯尼樂 現在不就是萬國低頭犯尼樂 你看所有的國家 中共在十年之內的經濟發展到 現在大概是四兆 美元的外賣金 幾乎所有的國家現在都在跟中國要錢 全世界經濟是不發達的 所以萬國低頭犯尼樂 那不管了 你能再看看 再下去會發生什麼事 1933的一百年就是2033 我們現在是多少 2015 2015 剩下多少年 然後這裡面就會有什麼 灰谷潛龍四莫當 炎軍東止同一氣 劍先瑕士又擊斃 果能克服 不要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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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幾年之內 說不定就會聽到 所以不要看這個世界好像看起來沒事 如果議員還沒發生的 在過去已經算很準 各位 我們呢 還是小清一點 所以 道教 或道家 的預言能力 到底怎麼來 它是怎麼來的 這就是牽扯的道 那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道 那麼 從不長時間來 我們當然已經講過了 從去年 我就一直在跟 跟我們這同好們之間 就提了 就是我們其實只有先王之道 沒有百家 百家是愚蠢的人搞出來 先王之道 韓運百家 所以我們之所以會分儒家分道家 最主要是去年我們也談過 我就再回溯一下 看出一文字的翻譜 他寫這樣 他說儒家者流出於師徒之官 也就是說儒家是哪一群呢 這麼多官吏 官裡面有什麼 師徒司法司空 對不對 這是古代的歷史 所以他說儒家怎麼來的呢 是屬於師徒的 廣告師徒的這一群人 所以呢 柱仁君順一兩名教法 六義之中 祖術搖順獻當文武 忠師眾名 眾齊 各位看看 即便是說儒家 他說愚道最高 所以他雖然是婚儒家 他是把那群搞這些東西的叫做儒家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分法 他是便於便士便於說 喔這一派你講什麼那一派 其實先王我們如果看孔明寺 即上書 如果只以正式來講的話 上書各位想想看 一個皇帝 一朝皇帝能夠有多少年 在歷史上最久的也不過是康熙六十年 其他的皇帝五年十年多的是 我們現在的總統一任四年全兩人八年 就是過去的一任皇帝 是不是 一個皇帝能做什麼 所以要解決一件事情 在八年或十年之內 你只 這個社會我們可以看 要走一個方向 一年兩年做得起來嗎 社會那麼大 所以你只有在那個 皇道當中 只能夠用其中的一小部分 是因為人的生命有限 所以大家注重其中的一小塊 所以才會分擺交 我們過去的知識是一大塊 在動亂的時候用什麼 在平成的時候用什麼 通通在裡面 上書裡面各種東西都有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為什麼 儒家 這些管人民的 才要六億 要通六億 你要知道所有的 你才可以分辨說 現在應該有哪一塊 那你要學這麼多東西 難怪孔子叫子之庫 不叫大家學了有學 對不對 最要學習的 人世間就是要學習 但是漢代 如尊如素 可是 假之這樣講 如素是 起來之前其實 漢代一開始是用了 黃老之術 是所謂的道家 加上法家 就是黃老之術 黃老之術 把一個破敗的 經過秦朝戰爭 管理以後的 國家土地 人民全部互強了以後 才進入了 就是我們剛剛在講 用的都是先王 那麼大塊東西裡面的 一塊一塊 在不同的時間用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們念歷史的人 沒有清晰的讓後來的人 清楚的認識到這一點 沒有 因此我們思想當中 最傳統文化的認識就是歌歷 所以 既然是一整塊 那 每一家都講道 不管你是哪一個 每一家都講道 那先王的道到底是什麼 先王之學就是修起自明 修身 傾家自我平天教 為什麼 前面還有兩個我不講 每一家都是講修理事情 每一家都是這個樣子 每一家不管哪一家百家 每一個出來就是 唉呦我要讓這個社會好 讓人民生活好 讓這個天下太平 我告訴你 之所以分百家分得出來 最嚴重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格物自知的方法不一樣 所以寫不出來 格物自知的方法不一樣 因此傳統儒家就是要從小就開始拼拼念書 到家就開始 唉你要修道修道修道 對不對 就是格物自知啊 格物自知 你能夠跟這個世界通了 你有了這些基本裝備以後 修身 所謂修身修什麼 修自己的品性 修自己的德性 然後才能夠跟別人來往溝通 進入社會活動 這些都必須在二十歲以前 古時候就是十五歲以前 就要完備了 然後你才可以開始嫁 齊家 對不對 十五歲結婚之後 過去藏有 齊家 自我 所以百家 其實講的全部都是修行資訊 這有沒有證據 有 我們來看看 你們可以看 尋子 一開始就是被圍在法家裡面 尋子被歸在法家 可是等 要等到一千年以後才開始有人 不對啊 看起來也像儒家 你們可以看 尋子極簡 我們來看 第一篇叫做欠學 第二篇叫修身 第三個叫做布格 第四個叫人物 第三個叫飛象 這邊你們都很容易了解 什麼叫飛象 飛象就是不要以相貌取事物 不要說這個人怎麼 不要以外相來看事物 叫做飛象 然後呢 接著就是飛蛇兒子 這些人講的都是有害的言論 其中包括了好幾個儒家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去講那個內容 或什麼是秀給各位看 然後接著就是眾名 然後儒孝王子 各位看 這邊是不是全部都叫做修騎 之前的我們剛剛講 格物赤字 對不對 格物赤字 然後呢修身 然後才開始怎麼樣 開始 是我 最後 看一下 這是法家 如果我們用管子來看 管子 這本書很厚 但是我為什麼只起經驗 因為有很多人過去有很多學者 弄了半天 管子這一本書啊 是後代捏造的 是一直要到戰國以後的人才寫的 可是我跟你講 如果你們仔細的去念管子 管子裡面呢 前面八章叫做經言 再下去叫做什麼 內言 再下去叫外言 然後再下去叫做護鼠在上面 經過嚴格的考證 一般講 我們為什麼叫經 叫做經典 這就是說以前的人 他像孔子 論述了他就有一派學生 這一派學生把老師講的話集結起來 這個叫做什麼 經典叫做經言 所以一本很厚的管子 只有前面八節 叫做經言 這老師傳的 就是一般現在相信是 管子 壽圖 講的 然後外言 內言 就是那些弟子 再去根據老師教的把它發揮 填補上去 然後在外言 就是外面的學生 或外面的人 看到他在八篇 所以一本書 真正可能從管仲傳出來的只有前八篇 所以我們不談其他的 我們就看了八篇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你們可以看 他是管仲都是知道的 他是霸術 所以你看 談什麼? 牧民 談行事 行事就是 為什麼他是寡家呢? 就是因為 怎麼樣造成 我可以壓迫別人 別人都可以壓迫我 那行事的很多 不是只有山川的行事 包括五行的 我是軍 你是城 我站住這個軍的位置 你這個城就要聽話 這是人的觀念的行事 全修逼正日 人君以私利乘馬 乘馬不是坐馬 乘馬是說 土地的管理 因為各位要知道 過去最有運輸、戰爭所需要的就是馬 可是馬的養子很困難 你需要有好的土地管理 因為養馬 需要很多的錢、人力、財力 跟這個地方 因為馬要六、要好 所以所謂城馬就是管土地的意思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他前面講的一大堆 七法 七法就是 你要治癒這個社會 你需要有哪一些 需要用來變成一種 可以管治人民的法 這叫七法 我們今天不是講這個細節 我要告訴各位的是什麼 所有這些前面的 都是跟治癒天下有關的 難道他就不注重薪生嗎 他非常怪的 他出現在最終第八個叫做佑觀 佑觀很多傳統的解釋就很怪 他說什麼叫佑觀呢 你看這個很奇怪的佑觀 他說 觀是輕微的 我們今天沒辦法詳細想 可是我把一開始前面那一段 放給各位看 右觀地八 各位 一看 很多人 這不就是道家的東西嗎 你看 若陰夜攜手 敬人物 人物則黃 古和時間 君虎黃色 未甘味 天空聲 致和氣 用武術 明皇后之下 為什麼要談這個啊 這明明就是修道嘛 晚上開始修道 什麼叫敬人物 各位要知道 古時候這個敬子 以前的寫法就是敬 後面是一個 旁邊是一個真 這上次我們在講那個 之一的時候有提過 那個字的本意是什麼 那個字的本意是 向天祈求怎麼樣 帶領百姓的方法 因為真是什麼 真 各位知道 真就是一位無師 他是在商代的時候 是一個大物 是非常有名的大物 所以 真 敬 行 那個字構成敬 所以敬這個字 不是一個單獨的字 它是一個含義就是要 其神 得天命 敬人物 什麼意思叫敬人物 就是如果把剛剛那樣講 就是求人物 一個人在晚上 一個人在晚上 修行 人物會跑出來 跑到哪裡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講 人物則華 你如果知道怎麼修 你祈求的人 就會跑出來 所以你就沒有這種話 這個時候呢 你要按照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 適當的時節做適當的事 所以五和時節 五是什麼 念易經的人都知道 五、土、樹 我們的心五和時節 你的身體 你的心 你居住的地方 要跟時節相配合 我們今天不講太多了 這部分有機會 我們可以慢慢來講 所以這樣子做了以後 最後坦氣修通 環悟開 進行生命 長致命 什麼叫長致命 如果你一個人知道怎麼樣修道 你就可以用修道的辦法去 祈求未來的事物出現 哪些人該來就會來 這就是喻緣的 喻緣的行程 尊賢受得則定 我個人 我個人認為 這個地字是錯的 過去的人不認識 我們等一下會聽到這個字 這個地字其實不是地字 是 它的形狀 後來在我們現在用的竹箭版裡面 叫做布 而這個布字呢 你如果去看甲骨文 它就寫得非常像地 但是 我們現代的漢代以後 把那個布字通通叫做布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那絕對是錯的 那個如果要解釋它的意思 應該叫做有依 我們在道家觀念裡面 就有一句話 天得依以清 地得依以靜 對不對 地得依以明 所以不是只有人要依啊 天也要依 地也要依啊 所以不是地 是依 所以你尊賢受得則 叫做什麼 有依 這個字絕對是一個弄錯 過去的人 你看我們等一下再看 有機會我們再回頭 沒機會呢 就一次下句 你們就會看到 我們講求這一段 所以這完全是什麼 完全 完全告訴我們說 丸子一樣啊 你要做這一件事情 不就是要修身嗎 格物赤之嗎 對不對 所以中國的百家 過去傳統的百家 就是格物赤之修身旗 治國平天下 哪一家不一樣 所以講了道家法家 講了道家 講了儒家剛剛兩個 我們來看看老子通心本 現在我們用了通心本 善見者不拔 修之於生其得乃生 修之於家其得乃於 修之於鄉其得乃朗 修之於邦其得乃朗 修之於邦其得乃朗 不是一路往外走嗎 生家鄉幫天下 所以道家哪裡是觀者門做事啊 道家的墓地人安是治國平天下 我實在很不會運用道家這兩個字 但是大家習慣性的分法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不管你在先王之道的哪一塊 大家做的事情都一樣 可是 很抱歉 漢代以後 我們看到的道家 大家都知道無為 每一個人一想到 無為啊 無為而治嗎 不是嗎 歷史都告訴我們無為而治嘛 那修道的人都到山裡面了 就不管人事了 這是非常奇怪 兩千年來我們對道德認識 至少在這一塊上面 個人修身上面就是錯誤 但是 但是 在我們能夠改正之前 在我們能夠改正之前呢 西方的文明進來了 我們現在更是一聽到道 那萬一又可以丟到垃圾桶裡面了 儒家也可以丟進去啦 我在公園碰到我們那學弟 我有時候 我有話講不出來 有一天我們在那邊喝下午茶 有個學弟說 欸 現在那個 學生又要念那個什麼 倫語士書耶 要念文言文 這合理嗎 這全部都可以丟到垃圾桶裡面了 我們那些學弟 活著 我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圖戶戶戶啊 所以沒有一個人 現在幾乎在這個社會 用比例來說了吧 還相信 傳統文化 或者縫毛鱗鎖 即便我可以跟各位說 即便是靠這個東西吃飯 自己都不信 就像我們上一次 我跟各位講 跟各位介紹 去 去年我們在講 執醫開始的時候 我們在講儒家 連念儒家的人都反儒家對不對 各位還記得我們在講這一段 歷史上的記載是多麼明顯 但是我傳統文化真的自己遇到了 快要滅絕了 所以呢 我們今天真正的標題才在說 道用無窮呢 其實 不應該 只指於學術上的關心 因為即便是學術的關心 很多人說 那就是一種想法 有沒有用 沒有用 就有沒有幫助 但是實際上 道自然 反而是現代人必備必決 有的人說 是啊 我們不能老是往前衝啊 對不對 現在大家如果 還有人認為說 道家還有一點那個 你們去看書店裡面所有的書 認為道家最大的功能就是什麼 在現在盲目的社會 找一個安靜清涼的所在 大家對道家的看法就是什麼 這是非常非常的錯誤 其實它是我們能夠在現代社會 生存下去的一個必備功能 慢慢看 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在學術界裡面 你走的是文化 文化界 那對不起 你不懂老子 你對哲學是缺一塊 至少東方哲學你就缺了一大塊 所以你還是得念 但是現實的說 你走的是文化界 你走的是哲學 思想該惡 你不懂 不行 但是我可以先保證 現在人知道的道德經 絕對只有問題 你胡思來說 胡思在上個時代 非常聰明的人 他就領悟 他回來了以後 他學的是西方哲學 他說老子是最先發現道德的 非常的推崇 老子最大的光毛在怎樣 超出天地萬物之外 也假設一個道 這個道的性質是無聲無形 有單獨不變的存在 周行天地萬物之中 生於天地萬物之先 所以他的認知就是傳統的道 卻又是天地萬物的本人 他說這個話 這麼樣的推崇 純粹是從思想的角度 這裡面提到道是什麼嗎 不知道它是什麼 只知道它是先 萬物之先 所以胡思 學了西方的東西回到中國 發現 嗯 老子不錯 全世界中國的哲學沒有輸外文 2500年前 我們就有這種思想 表示我們還可以在外文前面 下巴可以頂高一點 我們的祖先有人有這種思想 比外文修進 恐怕對胡思來講 他的價值也就是在外國人 脖子前面呢 可以脖子高一點 我不知道這是我 我 詋毀他的話 那麼 他之後比他晚一輩的大哲學家 叫做洪流 他說什麼 他經過他的研究 他說 古時所謂的道 均講人道 以前的人呢 談到哪有什麼道 就是人道 人該做的事 至於老子的時候呢 才給道理 形上學的理義 以為天地萬物是生呢 必有其生 所以是生的總原理 這就看起來就很像的寶 像現在科學的所謂principle 天下萬物生天生地 總有一個道理在那邊 有一個領在那邊 這是後來的你學家 始終原理的名呢 就是寶 所以道乃萬物所生之總原理 這是學了西方科學以後的說 以天地萬物之為事物的不同 事物可名為有 這是他的認識 他說 在道德經裡面 你看得到的東西叫做有 就是事物 道非事物 所以只能夠說是無物 這就是後面的原則 後面的原則 然道能生天地萬物 所以又可以成為有 他雖然是無 所以他又可以生有 故道間有無 而言 無延其體有延其有 在思想上 他是給他做了一段的辨析 其實只不過是因為老子的書 書在那個地方 老子的字文句在那一邊 裡面寫有聲音 既然文字在那一邊 你總要給他解釋吧 現在每個人都想說 嗯 老子想著我懂 所以就想出一套 去解釋他那句話有沒有道理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可以看到 這就是什麼 學了西方的哲學 科學 回來看中國的東西 以後 想辦法給他做的解釋 這算是什麼 正向的解釋 至少沒有把他丟到那裡 然後把他放起來 然後把他放起來 就說 我們有這個 但是各位 幾乎我們可以看到 從西方回來的 誰相近到家 誰相近到家 沒有 這是一種思想的意思 所以如果是採取 負面的看法呢 你們就可以看到 張啟鈞 上個世紀 在台灣有名的哲學教授 他在他的書裡面寫著 老子的研究裡面 本乎老子 弱道哲學 他認為老子的哲學 是一種弱道的資訊 他是要人過一個 虛權苟免 知足治療的人生 完全用後面去看 他這一個人生的 錄像給人類帶來的 結果是什麼 是 無示威 無價值 無文化 這句話等於是說 中國沒有文化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先王之道 寒瓜一切 他今天這樣一講 把這個道講下去 無文化 他就說中國沒有文化 不僅如此配而其之 他根本將取消 人之存在取消 人之所以為人 這不是人所應行的道 這人不是 人之道 各位就可以知道 這樣子是一個 一種文文哲學教授 他帶領多少學生 給多少學生 帶來這樣的訪問 這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在社會上 為什麼中國的文化 我們傳統文化 一是四位 就是因為有一群人 都是用這個文化 所以要知道 每一個人 怎麼樣去影響 周邊的人 是很重要的 正確的方法 正確的觀念 去影響周邊的人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些人 剛剛談過的那三個 我可以說 他們絕對都沒有練過氣功 絕對沒有練過中國功夫 所以才會把道認為是 至少老子的道 認為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思想性的東西 他是一個策略性的東西 他是一個自保的觀念 張陽明先生 他是軍人的書生 所以他寫了一個老學驗證 從他的自由 馬上就知道他有練習 所以他對老子是採取 信任相信的方式 他花了很大的功夫 他用了俊把所有他能夠收到的老子 論述的書全都收集 所以他說 一共有1600億家 在民國這個書 大概1989年的時候寫的 所以1600億家 你看他花了多少錢 所以他說老子 他把他推到非常的高 然後他自己也練氣功 因此他認為 老子 道德經是需要實踐的 所以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對道德經 對老子之道 正向而且想要去歷行的人 他寫了一個老學驗證 他寫的東西是在佛書老子 發現以後寫的 那個時候俗簡老子還沒出來 佛書老子也是漢代的 就是已經用傳字 跟後來更厚的 楷書寫的老子 所以我們知道 在那個之前 所有的老子 都是背誦出來的 為什麼 詩底下流通的 我們不知道 但是至少 文書坑汝燒掉了 那些書都不見 因此漢代以後 在寫漢代以前的東西 都是當時的人 強行記憶背誦記錄下來 後來又收了一些書 大部分都是斷景長間 這給中國帶來一個 非常巨大的災難 我們今天就可以看到 災難到什麼地步 背誦 所以我常常講一件事情 我還沒有接觸到 古文字學之前 我沒有想到事情的嚴重性 等到我慢慢接觸 我就發現 漢以後的 搞出來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 不是非常正確的 但是我們還可以推 為什麼 因為我常常舉這個例子 一個老師教五個徒弟 五個徒弟智慧都不一樣 老師過世了以後 這五個徒弟 教的東西也都不一樣 但是每個人都說 這是我們老師教的 對不對 所以你們在佛經上面 還記得有一位 他找了他三個例子來 你跟我學了這麼多年 你覺得你修佛道 修了半天是什麼 講完了他說 你得到我的皮 另外一個在講半天 你得到我的鼓 另外一個在講半天 你得到我的水 三個學生都不一樣 如果老師死了 放出去了 各位想 三個出去講 每個人都說 這是老師教的 一個教的就是皮 一個教鼓 一個教水 可是名字都一樣 所以漢以後編傳出來的東西 基本上都可以說非原點 這是不同的弟子或不同的派 他在門派下面的人 得到的觀念 我們只能夠從那裡面 慢慢的去把它綜合分析去推 一推原來長什麼樣子 所以還是可以得到一個 大略的老子的樣子 但是對不起 絕對不是老子本身的 他講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今天 為什麼會對道的認識之錯 他是值得稍微提一下 老學驗證 我們可以快速的給他看 他說他念了那麼多年的老道以後 他提出了十大基本理論 多少 六個為道的方法 因為我剛剛不是說嗎 因為他修氣功 所以他就覺得說 道是應該要修練 三個修道的理想境界 各位你想想看 他是不是也是個人要修 然後要推動到這個社會 至少得了這個原來的子趣 對不對 那麼他所謂的十個基本理論是什麼呢 第一個 他用道法自然 這一句話 他說 自然是道的基本法則 這就怪了 剛剛我們那兩位從美國回來了 科學哲學家講 道是總法則 道是總法則 為什麼上面還有一個自然的法則 所以大家牛頭不對嗎 對不對 他們是用西方的觀念來談 那麼我們這位張教授 他是拿著字來解釋 沒有人知道 到底寫這個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 基本理論 第二個 他說 常得不特務歸於無疾 所以虛無是道的最高形式 第二個 原理我看不出這個 什麼叫做基本理論 它是一個像 你可以觀察到的像 但是他把它當作基本理論 第三個 獨立不改 周形不帶 所以道是永恆循環的 這一句話倒是講對了 解釋了這個是對的 獨立不改 周形不帶 所以他是群毛 周形不帶 第四個 為器得道之權 武生不死四位群 所以他講到器 但是講器 講到選品 這個其實很值得討論 犯物互因而抱揚 充其與為何 所以他認為 陰陽惡氣互相 充其互相 消災的是基本理論 其實這個東西呢 跟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的觀念是有關係 但是它限於中國的身體概念 它必須依附在中國的身體概念 它不了解這個 它不了解這個 你必須學了忠義 你才可以知道 剛剛講到五個 你看後面 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所以呢 他認為萬物互因抱揚 是同雲同歸 為什麼 那有生於無無生於有 這兩個是互相賺來賺去的 那什麼叫做有生於無無生於有呢 因為循環 我們當然要給它硬要解釋 有太多方法解釋 對不對 以現在的科學講 人生出來了 是所有的分子原子組合的 人死了以後就腐爛了又通通回去了 而生下一個出來又是這些東西組合的 那當然有生於無無生於有 現在科學是很容易解釋這個問題 過去的人是很難解釋的 對不對 所以他們是抱著文字來解釋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失而以 所以萬物相反相成 他說你如果知道美是怎麼樣的意思 那麼就不會再去追求惡 追求惡 因此它是兩個互相對的 你喜歡這個那個也不要 所有天下所有的東西都是這樣稱 相對 相反相成相與相同是相對 他講說世界就是對的 我等一下可以讓各位看到 他其實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衍生的觀念 他真正是對文字距離的不理解 凡者倒是動 因為凡者倒是動 所以他說凡動 並向相反反向敬佛 你相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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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他是用來想辦法去解釋 道 所以他認為一切的事物都是往前走的 但是道 他是比你少的 所以他呢 在你還沒有到他已經回頭到你 他的本意是這樣解釋 敬為造君 所以叫做清淨聖道道 這我看不出這可以做一個原理 也可以的 你把它當作一個原則 然後再想 但是他 在這場生活當中你用得到嗎 你辦得到嗎 天下至柔 池塵天下力士 柔弱勝剛強 我跟你講 你學了西方的科學 學了西方一切的東西以後 你絕對不會相信這個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 為什麼會把道丟掉 什麼都是道 你看君 科學發展 西方人發展 我記得我最早看到工業革命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那時候開始有蒸氣機出來 蒸氣機要進入汽油燃燒的內燃機 然後呢那個爵士 有一個爵士 就是羅斯萊斯的那個原來最頭的那個爵士 他們就在那邊 在做一部內燃機 然後這邊英國英皇就來看 他就問他 你在幹嘛 他說 我在替你製造 Power 一語雙關 那個東西 動力系統非常有威力 所以叫做Power 但是你有這個威力 你就可以到世界上非常Power 一語雙關 一語雙關 他們會相信什麼叫做榮人聖鋼 而我們現在學的西方合作 我們這個社會有多少人 現在整個系統學的西方合作 你想這個社會有誰 多少人相信 所以都是嘴巴說過而已 你拿不出這個東西 當然你可以舉很多理 這個例子上說 水滴滴滴滴 水滴了九個四頭就停穿 你要這樣講 他就告訴你說 你有多少生命可以慢慢地滴 時間就是金錢 時間就是生命 你要滴多久 我一下子就把他給移送 所以 持這樣子一種傳統輿論的人 你到碰到外國的人 你就旁邊散 你就旁邊散 你永遠就是被擺一邊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們這位將軍呢 終於列出了他的十大理論 然後呢 因為他自己練氣功 所以他有六個圍道的方法 六個圍道的方法 他列出來 自虛 守靜 養氣 用柔除患 你看 持寶 原則就是這些 怎麼樣自虛 這個大部分各位如果要靜坐 會有一點關係 但是我相信他所謂的自虛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社會是受到非常多的 活教的觀念 無為無欲 無智無身 他說你必須維持這個 你就想到還可以自虛了 守靜 守靜呢 也不知道他是因還是果 你就可以離除玄間 無智無知 要無智無知 現在 現在念書的人 一聽到無智無知 你準備挨打 你學了一個科學 你到了這個教室 教室裡面坐下來 然後老師說 我昨天講的那個運動定律 你懂嗎 老師 我們說要無知無知 無知 那你就可以被拜 不是嗎 而氧氣要多嚴順求不如守 你知道嗎 他真的知道什麼叫做不如守 我相信做了相當的進步了以後 會有一點幹 但是實際上 我認為 我們並沒有 或是我們遺失了 那該有的步驟方法的原因 我自己做了我們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門檻 可是非常遺憾 我們過去的書 燒光 留下來了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原則 所以這是我們的責任 這一代的人 如果你還相信傳統 道家文化 其實就必須用科學的方法 把這些方法全部建立起來 這是非常重要 然後用柔 他說 柔弱者生之土 我們從上個世紀到現在 你如果看到我們的政黨 國民黨一路被打 然後呢 民進黨上來以後 社會越來越混亂 誰會相信柔弱者生之土 柔弱者叫做死之土 你不拼不斷就準備等著死啊 對不對 所以講這些東西 在現代的社會 你如果不是真正理解它 全部都用不上 全部都用不上 錯版 凡者倒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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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站在別人的對立面上嗎 一群群眾 一群民眾在那邊說 喔我要這樣 你敢去說 你們都是混蛋嗎 出碗 你不用活到明天 他們怎麼可以 你敢這樣 吃飽 當然有人會覺得說 我這解釋太 太出爐了 你可以用很多細微的 去想它去講 但是為什麼我會用這種方式來解釋 他們講的這些東西 因為很簡單 我們處的社會就是一個現實 你如果不了解真正的過程 你用不出來 你不知道怎麼處理 基本上就是像出來 那這是嘴巴說錯的 是無意的支持 所以此保 此謹 不敢於聽下去 這倒說了一點 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至少台灣人到國外 我常常講 台灣人到國外 以前 以前黨外人士常常講 我們的護照 我們的護照 車都擺了 去到哪裡 人都沒有 你就要像車輪一樣 轉轉轉轉轉 你就跑了 你拿了你的中華民國護照 你進不了很多國家 可是在那個時代的時候 那個時代還不遠 你如果說 對不起 我是慈濟 你就回到那個 立刻通關 慈濟 做十三事業就聰明了 是不是 撿 現在誰跟你撿 現在你想想看 只要是學 經濟學的 為什麼美國要QE 日本為什麼要QE 現在歐洲又要QE 為什麼 用錢啊 貨幣流通啊 物要流通啊 你還解嗎 跟現代的政治學 經濟學 社會的運作原語 全部不同 那麼他又提出了一個 三個理想的境界 他說什麼是理想的人格 什麼是理想的政治 什麼是理想的社會 他提出了三個 也就是說你如果心到的話 那麼人格是怎麼樣呢 備和懷疑 和光同誠 現在你在學校裡面 老師都要叫人家 那我的standing 你要比別人還要突出啊 你不突出沒得用你啊 你要和光同誠啊 所以在人世間 你如果不知道真正 什麼叫修道 他都是錯誤的方向 都在這個社會活不下 那麼理想的政治 但是 因為我們現在 中華國文化 已經是走向 已經是走向這個民主選舉了 所以要眾民一 眾教化 眾殊夫 眾農事 等一下我們來講什麼 眾農事對不對 守舊子檢政令 國武稅 均有無 非公戰喪事 對這個國家有害無理 我覺得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國武稅 各位知道清朝 按照清朝的主制 就是國武稅 那就是國武稅 所以在全世界大國當中 如果按照那時候 收集的資料來看 全世界 付稅最輕的都是清朝 但是清付稅的結果是什麼 當西方人來的時候 國家沒有錢可以買槍桶 沒有豬肉的錢 國家沒有力量 沒有人敢說要徵稅 當然中國的問題 不是只有付稅的問題 還有整個國家被人家攻破 金融被攻破 然後按照現在的資料來 整個中國來看 金融被攻破 然後人民的身體健康 被摧毀 吸毒、鴉片 整個國家都在吸 原因非常的多 但是你連 立刻要買槍、炮 這些立刻就可以 對抗外國的這些 金錢都沒有 國武稅 國家要做事就要有成功 沒有一個合理的問題 所以 不知道這個世界的變化 不知道人世間 人社會運作的原理 就很容易 把古人的思想 帶到錯 那麼他認為的理想社會是什麼 甘其死美其五 安其其六 就是 那一段 老子認為要小國光 這個叫做理想社會 理想社會辦得到嗎 理想社會辦得到嗎 你看現在的世界 我們上次還在講 各位也都知道 美國一直說他是世界警察 他對伊拉克不爽的時候 他就打伊拉克 對不對 所以他打伊拉克 伊拉克自己 自己弄得很強的 認為自己很強壯的很大的武力 美國人 你看第二次伊拉克戰爭 如果把那個意外死亡的美軍 把它除掉 美軍是沒有死人的 美軍沒有死人就把伊拉克給摧毀了 摧毀了以後到現在 伊拉克真的民主了嘛 伊拉克整個社會是在動盪不安的 伊拉克國皇的國家油公司的債券 全部都抵讓給這些參戰國 人家要的就是要他使用 小國寡民 美拉瓦 所以所有的這些東西 都是講好聽的搖不透 所以你也就不要壞 為什麼 在上個世紀 這麼多人說中國文化 全部都給他做 但是祖遣老子出土了以後 就有意思了 我們就可以慢慢可以看到 原來我們在思聰山有一些弄錯的地方 祖遣老子是在1933年出土 是目前最無老的老子的片段 因為它不是整個道德經的東西 因為它是其中一小段 那很多學者推測 目前得到的推測程度是說 它之所以不是全版 是因為它是節操、節錄 那這個墓主人呢 是東宮的上司 這是目前推測 但是也有人說 在墓裡面出了一個杯子 杯子下面有個印 寫的是東宮之師 所以認為它是博師 但是除了那個之外 沒有名字沒有那個 沒有人能夠推斷那四 可是它的墓裡面 有一個拐杖 鞦杖 就是那種超過80歲以上 有皇帝賜給它的那個杖 所以認為它非常的 國道非常的老 因此它可能最少 如果不是博師也是上司 因此它如果是東宮之師 它更是要教太子 教下面的那些貴族的子弟 它當然需要一個文本 但是國家的圖書館 它不可能隨便搬了 因此埋葬它自己墳墓裡面 是它節操的 節操本 這就是目前知道的 資料是這個 但是即便是這樣 它已經是目前所知道的最古老 因為放射性定年 它的年代大概就是西連群300年左右 也就是說 如果他死了以後放進去 那再更早100年 這個人很可能就在西利亞 西連300多年快要400年 生存在戰國時代 這個 那麼他出土的老子呢 第一個讓我們看到的就是知道的 剛剛講的 漢代以後的老子 其實是很有問題 第一個我們看 這個是通行本國王室本的老子第19章 我們現在念的老子告訴我們 節慎聚至名利百倍 不要慎 不要智慧 對老百姓是好的 這是我們現在的解釋 決人氣意名護孝子 所以很多人呢 你如果去看在過去的100年 很多人寫的就是 哎呀老子是聚恥人聚恥義的 老子講道 所以他也不要慎了 他不要人命知道太多了 所以他是一個愚民政策 根據這件事就是這樣 訣巧竊力道賊無勇 你不要談利嘛 可是西方現在的經濟學 全部講的都是獎幣 我怎麼樣那一塊錢可以賺一百塊 此三者 以為文不足 故令由所俗 見樹報復 如果這個三個人作為原則還不夠 你自己就要怎麼樣 叫所有的那些你管得到的人 叫他見樹報復掃屍法律 結語啊 不要浪費不要奢侈 可是過天老子 你出土以後 這段不是這樣寫的 絕智去便 明立百倍 明立百倍 還是絕智啊 絕巧去益 盜賊無有 絕尾去律 名不棄之 不太一樣喔 不太一樣喔 三言以為並不足 或令之或故俗 世術寶 少數寶 我們現在寫的 這筆寫的是 現代的傳子 你如果看過這個字 上一個年度 我們曾經講過這個字 我也跟各位看過 字的本意是什麼 是心有所本 知道要怎麼處理事物 對不對 要弓或手 這個字 字上面不是口 是一個盾 跟一個攻擊的弓 所以意思是什麼 這個日不是日 是一個約的樣子 它本來是一個人的心中有依 是心有所本 知道碰到事情的時候 到底我要進攻還是撤退 所以字字的本意是選擇 是選擇 但是這個字 在字還沒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對文字要有個認識 古代的文字是一個字有很多意思 你還不只選擇 你第一件事情要能夠辨識東西 要能夠看到東西 所以字這個字在那個時代 既是字又是字 你不知道 你沒有本來選擇叫做字 當你能夠選擇辨識的時候叫做字 一字二用 所以什麼叫絕字七變 各位 這一個句子 經過這樣的改動了以後 你從管理者的角度來看 你就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了 什麼叫絕字七變 這個辯子有是這樣 辯子是一個上下面一個有 就是我們現在寫的有 各位還記得我們上個字講過那個有 是三指有 還記得嗎 三指有 有的本意是什麼 有的本意在本來中國的文字裡面是 你動心 你動心起念開始設計 我要做我要得到這個 然後經過一長串的訓練作為以後 你能夠達到目的 所以那個有字的過程是很長的 所以上下面是這個有 那個辯子是什麼 是替上面的人辦事 所以你們現在懂這個意思了嗎 不是絕生氣字 是絕字七變 意思是什麼 上面的管理者 你要帶領人民的時候 你要事先幫他想好 讓人民不需要選擇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他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辛苦 了 所以科技人的老鼠也是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 竹简老鼠 这个是碳拿配掉 马王队 这个是博书老鼠 所以从博书老鼠开始 就是这样的 太像 你说他是有意篡感 还是学生学错了自己的 老师刚刚不要转给你吃饭 大家去做一遍 你眼神发现更早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我来了 你开玩我们要见面吗? 你明天去不去 你明天去不去 你去看 你去看 直网那个 直网说明明去是什么 是 我是想说他那个 应该不错 对 因为我不曉得这一块 那我不知道很多人 他们有很多产品 不知道怎么卖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有点像网路商城 那样 抛罗网这种东西 所以我想去聊起他 就是怎么样 那有没有看到那些 那些小脸 那些小脸 可以介绍 所以 猜他的调节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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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要回台北呢? 是的 那你慢慢看他 你慢慢跟他聯繫看看 不用啦,你叫他會奠記的 要回來 其實我也在這邊自己來的 你不要看他,我寄給你 你不要看他,我寄給你 不照註,但應該是LINE 我寄給你 我等他來看看 我把他摸出去了 我寄給你,我寄給你 我寄給你,我寄給你 我寄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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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老百姓辦事 然後你自己規劃 你不規劃 叫他們去想 那你專家就在你手上 那老百姓懂什麼 老百姓雖然是主人 學有專精的事物 我弄好了,老大牽制說要貨不要人 所以 政府有權嘛 就是國父講的 人民有權,政府有權 你有能的人你要規劃好 然後跟他說 就是這樣做 所以 為什麼要叫老百姓選呢 你專家是幹嘛 你花他那麼多年紀 你學了半天 然後你拿起來 再把老百姓搭上去 再把小子搭上去 再把小子搭上去 不信仰 不要 不要叫本贓自作中文 你對不對 對 沒有 你配合好 你配合太好 我沒練 天花書未記 真的傳統最好工作 現任最好的工作 我家裡 我在英文那個工資 兩千元,三千元 两三年就要换 母妈妈的十六十年都不用换 后来就把它换掉 换到买最平时 四百块钱 换下去就没事了 好几年都没事了 不能买开也不开 要不然就要买到最好的那种参考台 说你可爱是哪一家 或者你跟李祖山丁 然后就用这个东西 大个店 后来大个大家也换 小心你不要把它踩到 数位或者是那种什么 无限的那种插座 你充电 你长时间你放在那边 你只从眼睛长得很快就秀得了 对 真的安心很重 不可能会坏掉 看他有一个东西 要被借了 其实可以去哪去 很久 对啊 我就说要买的双鱼客戴 不要随便弄 不要买的 不要买的 要买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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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客戴 你因此 不好意思 在一架 我在哪里 不要 不要 那个 这样就可以 好 要 我們要開始因為時間沒有時間 我們不要 我知道我們公司 我們不然知道 那個來電報廠家 開始了 就不要你去當作埋葬鬼 用那個 開始我們不要 一支分級 公司分級起來都三十千 你知道現在外面公司 一般都是一千多 我們現在有三十千 大概用二十幾年 到現在就來三十幾年 所以你這一個 畫機的工具 那個判例 你看你這一個 真的很好 要不然就要用那個 有一個美國信用 TMP還是哪一個 你會用其他的什麼 什麼 你的 你的 是中山人 哇 你好年輕的造型喔 什麼造型 我爸爸可能可以哭了 他可以哭在你 謝謝你說我 不好意思 等一下我 給他看 哇 我今天二十五年來 都看到不一樣的新面孔 你也是 他也是 他也是 照得不像 太起來了 那個 他也是 頭髮就變完全不一樣 我也是 你在一起 真的 沒有無造型 好浪漫的耶 哇這隻是那個 想要吃那個酒桌的那一隻嗎 超好用 對啊 這隻照相很厲害 哇 哇 快點快點快點 看漂亮的 看漂亮的狼狼的造型 好強 因為看來不用就好了 哈哈哈哈 吃死耶 這個照相超漂亮的 這隻是那個 那個啊 弄掉這隻 對啊 現在是不是要出一隻 這個要六月份的結合 所以我要等那一隻 然後再兩分鐘嗎 欸 再去 不要跟我講韓國 我講得太慢了 我剛剛也講 不行 對 那我的臉還好紅喔 真的 真的 很大 哇 你真的是用這隻手機上的嗎 不是吧 這是我的手機上的啊 對啊 因為請命 我們就要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 因為我去擺姿 我穿出去的人才會很怕 哈哈 大家都很怕 人家都喝 對啊 這鼓鼓 這超漂亮耶 對啊 因為 你要唸它 你要去 花點力氣啊 因為我們一般 都不會去看到這種 不變態 對啊 現在又沒有人要看 對 可是它那個 對 按的那個東西 就會很吸引 對 試試看板 看一下 好 好 準備開始囉 OK 我們 我們繼續啦 抱歉 我講 速度太慢了 所以大家 OK 所以我可能要跳著一些講 抱歉 不過 我們剛剛還沒解釋完 這個 絕制 我們剛剛已經講 絕制是什麼 是 你行政的人 管理者 你擁有專家 你在上位 你擁有所有的資源 你做出規劃 就不應該讓人民在那邊盲目的選擇 所以絕制的意思是 不要讓人民選擇 去變 我剛剛講那個變 上面是上 下面是一個有 是守的意思 這意思是什麼 因為 上 守在下面 上面是上 意思是什麼 就是 替上面的人做事 這個意思是非常有意思的 為什麼 你上面決策的人 不應該利用人民來替自己做事 你應該做天道之事 所以 所謂的 去 去變 就是 不要讓人民 進一步的講 一天到晚都想要怎麼樣 巴結 上面的人 當他只要巴結 上面的人 他做的事情 不是為天下人做 為了兩個 一個就是 就是 討好上面 上面那個人得到 第二個就是 他自己得到的 所以 解釋 去變 做到這一點 人民所產生的利益 對這個社會 是百倍的 所以你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對古字已經不理解 我們是用後來認識的字去解釋古時 你必須回到那個時代 去看那個字到底是怎麼用的 你才知道原來是怎麼想的 但是非常的遺憾 我們都用現在的想法去想古時後的 所以各位一看就知道這整個 包含下面這個絕尾去名呼記者 人民就會像什麼 像那個記 我們知道記就是最小的意思 小孩子有三個 最小的那個不是越小越像嬰兒嗎 嬰兒或者是小孩 講話都是很直率 所以怎麼樣讓人民很直率 就不會有尖尾啊 看到什麼就是什麼 要絕尾去名 你不要想半天 你要 這就是所謂的德 你們如果還記得我在 上個年度在講 什麼是德 就是直覺 直觀的 我一看這個東西該這樣做 我就這樣做 不要再去想東西 所以 尾 在古時後的字 是畫一條大象 下面畫了一個心 一個畫了一個心臟 心裡在想 怎麼樣才會有力啊 叫做尾 不是我們現在寫的 人為 心裡面想怎麼樣才有力 是不是 後面還很多 讓這樣各位就知道 因為我們今天主要也不是要講 老子裡面的東西 你們就知道 我們現在念的老子通行本 裡面其實 丟掉了非常多原來的東西 所以老子 出來的朱簡用字 跟博書 就有很多不同 博書跟金本非常像 其中呢 我舉了幾個例子 讓各位可以 稍微可以看到 什麼叫做道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在竹節裡面 寫這個無這個字 在金本全部寫成無 就是我們現在用的這個無 可是呢 對不起 在甲 他一共有甲乙丙三組 甲族全部都寫成王 只有一書寫成這個無 然後呢 乙族全部都寫成王 丙族全部都寫成 丙族全部都寫成這個無 但是博書 到了漢代 全部寫成這個無 所以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無跟王 跟這個無 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會有這種轉折 可是現在的人 沒有人管這個 第二個 以布置為贏 竹節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布置有六個邪法 現在的學者 即使是現在的學者 都認為他是一體邪法 意思就是說一個字有幾種不同的便宜邪法 各位可以接受這種想法嗎 如果他真的是東宮上司 或者是更近一步 他如果是東宮的教師 你以為他寫一個字會隨便寫嗎 一個布置現在解釋成布這個字有六種邪法 我們可以相信嗎 那為什麼不是別的字寫六種邪法 所以那個布置本身就有一個很怪異的道理存在 漢後次有一個就是布嘛 第三個以道字為宜 我們現在全部都是看到就是道 就是現在寫的這個道 可是竹節有兩種不同的邪法 奇怪啊 道有兩種邪法 老子在想什麼 我們稍微來看看 先從無字來講 老子講跟老子比 為之者拜之之之者師之 所以聖人 我們不念無啊 念無就 就容易搞不懂 但是實際上他念無 我們用破音字來念 王為 故王拜王子 故王師 臨師之際 聖宗如是 然後呢 老子比 同樣是老子 這兩個句子不同的是在後面 後面不同 老子比的時候他寫 為之者拜之之之者師之 你看是一樣的 這個地方寫 聖人無為故無敗 用的是這個為 這些學者就在那邊講 這個喔 這個兩個可能是他不同的時候抄的 不同抄了以後呢 所以用字呢就不一樣 用字不一樣 用字越來越複雜 你看老毛子都要寫成堅定詞啊 對不對 所以有人就說 所以那個丙祖應該是什麼 比較早期的 然後呢 這個甲祖是比較晚期的 這很傷腦筋啊 可是我可以跟你講 在別的地方 無往同時存在 那你什麼解釋 所以這些解釋是不通的 可是你如果把它整個句子來看了以後 你就可以找到脈絡 你們可以看看 上面這一句 零四字跡聖宗如死 對不對 故聖人 這個字已經被我移掉了 這個 這有點移味 因為我是把這個字貼上來了 各位這個是布 原來的布 但是後來寫的那個布 沒關係 我們可以這樣看 把它跳過 所以不貴難得之禍 的布是寫成這個 那這個布是寫成這個 OK 然後呢 聖人交不交的布 是這個布 護眾人之首歌 那個 那個 檔案有一點走位 這個字 因為我故意把這個地方標出來 那邊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是 如果你看完這整句的話 這邊談的是什麼 是聖人的心態 是聖人怎麼樣子的邀請自己 下面這個呢 你先看後面就知道 人之 人之 不成也 就是 後面這位就說 橫離奇 江城之時 敗之 各位如果還記得這一句話 就是說 金本 就是寫後面這個 就是 現在的人 辦事情 常常 會失敗 在什麼時候失敗呢 就是這事情做到快要結束的時候 失敗 這句話 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會看到後面講的是用 一般的人跟聖人來移交 是以一般人的立場來看聖人 這個是聖人本身 因為你可以看到 護眾之所過 眾人之所過 事故聖人人無慣物之自然 這是完全談的是聖人本身 這個是用世俗來看聖人 所以你必須把它連在一起 看了以後 你就可以看出道理了 為什麼 因為 王寺 王寺在甲骨文的時候 常常出現在哪裡 就是 王過 無過的意思 可是 可是最常出現的是在什麼呢 有一種甲骨 它是祭祖 每十日一祭 它是一個循環 這就叫循祭 十日一祭 十日一祭的時候 最後寫的就是 王 就是王 這個王 這個王是我們現在寫的王 可是在甲骨文裡面呢 它是一個這樣的一個符號 然後一個這樣的符號 就是把 那是王 這個王 那是王 的王 那是王